阿町 细微的人要千百种下牢 你何时下山 记得带上庄马当 房车已经停好了 现在去超市购物 冰箱已经空了 现在我要开着我哥这个小车 去购物了 感觉好长时间都没有开这样的小车了 买了点零食 买了点水果 我们刚从超市回来 买了一些吃的东西 因为冰箱里现在已经空了 从超市回来的时候 远远就发现有一群人在围着我的房车转 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我就赶紧赶过来了 我走过来一看 原来是一个大爷 应该是抱着他的孙女 从窗外再往里看 我感觉应该是小女孩比较好奇 我们几个也没有下来 一直在我哥的车里待着 因为我趴下来之后 他们看到我会很尴尬 等他们看完了以后走了 我们才下来 我哥和我嫂子今天做的麻辣烫 我们做的这个麻辣烫呢 和南方的有一定的区别 这边的麻辣烫啊 都是串串的 我们呢是一锅酥 我给你看一看啊 我们吃的这个麻辣烫呢 就是十多种菜 加上一锅面 放在一起 一会儿呢 就是把这个面给煮熟了 然后呢 放在那个菜里 一起吃 看我嫂子现在当摄影师 当的是不是挺专业的 包园煮面呢 还是挺费劲的 古老半天了 我尝尝熟不熟 还稍微有点运气 汤都煮没了 一锅的汤啊 都已经给煮没了 我们呢麻辣烫要出锅了啊 就是菜和面 往一起一货 就能吃了 嫂子这么一大锅 你说咱们能吃了吗 但是吃不了让她吃 还总怕不够 都吃的 我就再来一碗 今天我们做的这个麻辣烫啊 实在是太香了 哥呀 吃不了你别吃了 剩这半锅 都让你给自己吃了 这都不是这 你会放都不吃的 汤都喝了 你可别撑坏了 我看那汤喝不了的 我好久都没有吃到这么香的麻辣烫了 今天的视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吧 我们明天见 哈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